靠 这也行 夏天到了 降亮度了 游戏没法玩了 本来我想给大家简单做一期散热背夹的推荐 可结果是越测水越深 如果你只想知道结构的话就直接跳到这里 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看一下过程 从9块9到200多的我们都测了 这里头的坑和反转比测手机可有意思多了 我们首先定了一个合格散热器的标准 就是iPhone 14 Pro Max 25度室温 边充电 边原神虚迷程跑图 能坚持30分钟不降亮度就算挑战成功 因为14 Pro Max是我们测过近些年散热最差的一代 原神的虚迷程跑图负载又相当大 充电的时候手机发热又是相当高 所以如果这个场景能通过的话 就意味着你无论是用iPhone 13 15还是安卓手机 玩目前的任何游戏或者长时间的直播也都基本没问题 那什么散热都不用的裸机是什么表现呢 两分钟屏幕第一次降亮度到90%还剩500尼特 充电的功率不强 那几乎不影响玩游戏 甚至如果你走神了都可能不会注意到 那再过6秒呢 亮度就降低到了70% 只剩300尼特了 那这个亮度就有比较大的影响了 充电的功率也会同步限制到28以下 只能说凑合能玩 到第4分钟亮度直接砍半 只剩100尼特 虽然还没掉针 但完全没法玩了 啥都看不清 这就是iPhone 先看看尽量不花钱的方式 iPhone很久以前曾经提过一个湿巾散热大法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用的是iPhone 6s 那降亮度的优良传统从那个时候就有了 当然湿巾大法现在已经净化出了这种散热凝胶 不用浇水 其实就是退烧梯换了个包装 原理还是水分蒸发带走热量 这个图办法到现在还能否一战呢 实测下来 5分08降到70%亮度 30分钟内都没有致命砍半 还有一种比较old school的 就是这种除冷式散热器 原理跟饮料上用的那种万次金属冰块一样 扔冰箱里头冻好 用的时候贴上 不用电 没风扇 很薄 不用插线 几乎不影响手感 利用你冰箱里面多余的质能量 还没有噪音 非常环保 它的初始温度非常低 就是冰箱冷冻的零下十几度 但是贴在手机上玩游戏能扛到30分钟吗 实测 9分钟亮度降低到70% 散热器内侧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0度左右 在第30分钟的时候 散热器内侧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30度 就没有任何效果了 30分钟手机亮度也没有致命砍半 这两种你想要有用就得冰箱里多备几个 太麻烦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半导体散热器了 核心元件就是半导体散热片 原理是帕耳贴效应 给制冷片通电以后 正面的热就会被转移到反面 两面的最高温差能做到60度左右 再用金属散热片和风扇给它散热 剩下的就是控制电路 RGB和外壳了 没有什么核心科技 所以同质化工膜的现象非常严重 我在1688上查过这几个主要元件加起来最便宜的不到30 本炸只要能解决问题的产品就是好产品的这个原则 我们先测的就是某平台价格只有30多块 销量最大的一款 它的简介里并没有提示多大功率 实测最高6瓦 有三个档位 但是看这个功率几乎没变 那档位的按钮其实只是在调整风扇的转速 实测下来 9分钟亮度降低到70% 全程没有致命砍半 没有达标 抬走 那是不是因为它太便宜了 某些地方偷工减料了呢 我们又买了一个售价高达188的带电池的这款半导体散热器 不用插线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而且有七档可调 把电池摘掉测一下最大档功率也是7瓦 电池续航了一个半小时 那它表现怎么样呢 最大档测下来也是6分半降到70%亮度 全程没有致命砍半 抬走 所以可以基本得出结论了 半导体散热最重要的就是功率 6瓦功率如果刨掉风扇和RGB的一两瓦 那么冷片的功率只有4-5瓦 半导体的制冷效率是远不如空调压缩机的 只有50%左右 那么制冷量只有2瓦 最后的效果只能是跟散热贴和冰块差不多 再选屏我就得上强度了 给它来个10瓦的 这个售价50几 有个小屏幕显示实时温度的 和我们的热像仪比一下 快乐表 当然也有档位设定 直接最大档7200干它 它超过了6分钟 有希望 结果10分钟亮度降到了70% 全程没看办 10瓦确实比6瓦强了一点 但还是没有达到我们的30分钟标准 可能原神每日 这个时候正好差最后一个没做完 你说气不气 抬走 10瓦还不够 那就再升 那我们拿出了15瓦的黑砂散热背夹3 Pro 直接开测 30分钟 全程没降亮度 没降功率 15瓦终于通过了 那iPhone的发热真的这么恐怖 没有15瓦就压不住吗 那我们又找来了 最高33瓦的小米冰封散热背夹 实际功耗在33和17瓦之间反复横跳 平均20瓦左右 实测 30分钟下来 也是不降亮度 不降功率 那本来测到这儿就可以给大家推荐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两款背夹式 在iPhone上使用的不太方便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磁吸式的 那于是呢 我又在平台上直接找 这里就得插一句我的经验了 你搜散热系15瓦 这里头有很多都是虚标的 最好是能挑那些页面参数表里面明确写了 需要至少5伏3A充电头 那大概率才是真15瓦 最后我买了两款售价 分别是37.8和79 都是标升15瓦的 都是磁吸款 那实测呢 功率都接近了15瓦 没有虚标 那我就有信心了 直接测试 大概率今天的推荐 就从他俩里面产生了 诶 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不到6分钟就切菜了 直接降70%了 同样15瓦 背夹式能压住 变成磁吸式的就压不住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推测啊 大概率是因为 MagSafe磁吸圈的限制 散热片的面积做不大 而背夹式的 KX Pro 3和小米的面积呢 就大很多 要想磁吸式还能压住iPhone啊 要么就需要更合理的风度设计 要么就要进一步的再提升功率 为了验证这点啊 我们又当场再采购了 两个磁吸吸散热器 第一个呢 是红膜的4 Pro 同样是15瓦 能不能压住呢 结果 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竟然全程都没有降亮度 那同样是15瓦 为什么它又行呢 难道是大盘有加成 第二天啊 这个便宜一点的也到货了 插表一看 实际最高功率20瓦 比红膜还要高 那应该是今天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了 10分钟 20分钟 我擦 怎么降了 降到70%了 20瓦又不行了 那我又回看了一下热成像啊 发现虽然质冷面和接触面的温度都很低 但是SoC的位置竟然到了43度 它散热片的功率确实足 但风道不合理 把热风给吹到手机上 把手机给加热了 而红膜的散热片呢 有这样向上倾斜的设计 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 而且红膜的散热面积也相对更大一些 而被夹式的一般是上下出风 根本就不可能吹到手机 那这四五次反转啊 到这儿我才终于有结论了 原来原来啊 半导体散热器并不是质冷片散热片 风扇一堆就能做的好的 被夹式的至少要上到15瓦以上的功率 而瓷7式的不光制冷功率要达标 风道设计制冷面积都很重要 小米黑砂红膜的表现都不错 可能还是背靠手机厂商有相关的经验 那如果大家懒得自己挑选测试啊 可以直接听我们的推荐 背夹式的直接选小米冰封散热背夹 量大广宝 性价比高 你应该很难找到比它便宜 功率还比它大的 瓷7式的选这个红膜4pro 在一众瓷7式里面散热面积够大 风道设计也合理 售价也算相对便宜的 有人可能问 飞制一加等等其他大牌的产品 我们这次没测 是不是说产品不好 不是 主要原因是他们15瓦以上的产品 售价都要200块以上了 单纯的就是我们想找个能用里边最便宜的 其实他们的产品我们现在就在用 或者曾经用过都可以达到我们的标准 飞制的我自己之前就用过 一加的这个60瓦水冷我们也很喜欢 只是我个人觉得 只有我们这种测手机的人才能用到这么高功率 那需要保证手机绝对的动作 才能跑极限跑分 那一般的玩家是不需要的 27瓦充电的手机给它60瓦散热 想想也太抽象了 最后我就说点主观的 iPhone的散热这么烂究竟是为什么 你说是苹果散热部门的技术水平不行 做不好散热吗 那肯定不可能 只能说是散热部门在整机设计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这波是负责整机产品定义的人 或者是更高级的领导全国 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广大用户的需求 也没有正确评估散热的优先级 纯说是在24小时恒温18度的办公室里面待久了 没得行 你问他散热为什么这么烂 他还反问你 为什么要在25度这么热的环境里面玩 还告诉你 美国小孩不玩原神 他们每天都户外健身旅游 这个时候你反问一句 那你旅游拍照片的时候也降亮度 他们就说不出话了 我还是希望iPhone的产品利益团队改改这个臭毛病吧 给散热部门多一点话语权 当然不改也没关系 新出的Apple Intelligence 时装在手机上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能意识到了 在室外问几句Siri升几张图 就降亮度是什么提案 毕竟AI算力要求面积人人平等 6G大内存都不敢再用了 我就不信他散热还敢不改 那今年9月咱拭目以待 时老师 这个9块9的存风扇你还没撤嘞 这玩意能有用 我把它吃了 你先别急 你撤了再说 行行行行 我靠没降 真没降 靠这也行 补充一下这个纯风扇的为什么有用 这个风扇和半导体散热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全空设计 能保证均匀地吹到手机背面的每一处 整个手机背面都是散热面积 但是它的散热效果取决于室温 手机表面40度 室温越低 带走的热量就越多 室温高了就没效果了 如果你能保证室温就是25度 9块9也挺好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的话 请考虑给我们来个投转赞 或者转发给你身边需要买散热背夹的朋友们 也请关注我们的周五直播和播客栏目 这里是爱普科技 我是石天 我们下期再见